台灣如果可以接受這樣子 我第一個不同意 世界上怎麼有這麼惡劣的人啊 講到我們公司的人 去要跟國稅耶 要我們公司的 飯法的你知道嗎 台灣人看到了嗎 這就是你們原料一個 賣販毒的詐欺的 你認為他會改 你要腦肚就腦肚 你現在要不要抓到啊 我要報警察啊 你又說 看得到大肆化小喔 我沒有跟你吃去討論耶 不然很簡單耶 你們講得到就討論了 我說有人 賈借她說是我們主管的助理 然後報我們的統一編號 說是我們的助理 然後查我們的稅局資料 先用國稅局給他 所以我們小姐又打電話過去的時候呢 國稅局的人 就說欸你們剛剛有一個助理打電話來 有問過你們的一些資料啊 我們就開始查了 所以昨天晚上 我們律師回來就報案 火魚昨天晚上 開直播的時候 講述出來 我說電話號碼我找到了 我們也打電話給你了 我們也打電話給你了 他接第一通 他圍 我們就問他 請問你剛剛打電話國稅局嗎 請問你是說我們公司的人嗎 他馬上把電話掛掉 我昨天晚上 一講 一講 TOYS的經紀人 馬上打電話給我的經紀人 並承認 並承認 是他們打的 希望可以不要告他 TOYS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世界上怎麼有這麼惡劣的人啊 講話我們公司的人 去要跟國稅耶 要我們公司的 犯法的 你知道嗎 台灣人看到了嗎 這就是你們原料一個 賣販毒的 詐欺的 你認為他會改 外面詐騙集團就是這樣子啊 要各資 要公司資料啊 這是詐騙集團耶 TOYS說要大事化小事化 無他講的嘛 可以 請你開直播出來 跟我本人 跟我們公司所有人 跟國稅局道歉 並承認 你是個罪犯 然後再用很誠懇的方式 跟大家再一次的道歉 然後你們再原料他 那我無所謂 你再一次的誠懇跟大家道歉 每一次道歉都很誠懇 你再一次道歉 你跟全台灣的人講一下 你為什麼要做這種 詐欺集團的行為 他要弄我的便當店耶 他就是要搞死我 搞我的便當店 搞我的保健品 這樣你們各位保健品的事情 你們還相信嗎 跟他合作的廠商 我問你們喔 這詐欺耶 還有一次啊 詐欺特詐欺不夠 現在要跟他們詐資料 然後要做什麼 要對付人家便當店 喔 你真的是 到台灣法律都塑膠耶 你的心態真的是 我跟你講啊 台灣如果可以接受這樣子 我第一個不同意 人家說江山義改 本性難移 我會跟你們說過啊 他來我這裡說一套 你們要跟我這裡討情 來我這裡要跟我簽名說一套 在開直播看他在說 又是另外一套 這謊言慣犯嘛 派來人人家做那麼多啦 做人要心存良善 但是你怎麼可以做這種犯罪的東西呢 盜取人家個資 盜取人家公司資料 假冒人家公司的人 最後抓到承認 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你敢要結的時候 你都你娘有多大鬧多大 你現在做壞事抓到了 跟你尖叫 每次你看嘛 跟他炸賭別人一樣 炸的當下什麼都認 炸出來了 開直播罵別人罵一堆 他都會轉換說法嘛 這也一樣啊 你要鬧大就鬧大 你現在還沒抓到啊 我要報警察啦 你就說 看他可以大事化小有沒有 我沒有跟你吃起討的耶 你跟全台灣人 公情做你到底是什麼人 多恐怖 這麼多人在看你 啊不然很簡單啊 你們就夠了才會在討著阿伯